字幕 字幕 李宗盛 字幕 李宗盛 字幕 李宗盛 各位朋友你們好 這幾天不斷地拍有關口罩的影片 卡洛斯又對口罩沒有什麼認識 到現在都扮成為專家了 今天拍這個影片 其實就想跟大家分析一下 市面上那麼多口罩 包括有兩個罐的六系和七系豬嘴 有這個單嘴的3200 和由3200改良出來的 HF52 假如大家都接受財子外敷口罩 來省省洗的方法 我們應該將口罩蒙在哪一款呢 提提大家 如果大家都喜歡風琴奇俠卡洛斯的頻道 請按右下角的訂閱 如果想第一時間接到新影片的通知 請按叮噹 也都歡迎大家按讚 和留言問卡洛斯問題 要解開這個選擇口罩的迷思 我們要先從 而邀請我去做Mask Rain 這條影片說什麼 當我第一次看到這條影片 實在很驚嚇 因為一個3M 口罩 加一個外方口罩 加兩個橡筋圈 剪剪剪剪剪剪 一個口罩可以用九次 這個設計真的很好 但當我看到這個部分 我就有點疑問了 因為用橡筋圈 所以要用六系七系的進口圈 這個六系七系的進口圈 是一個三角形設計 有三範圈 凸出來 讓你把濾圈扭進去 一個圈的圈 再加一個三範圈的設計 不多不少都會有漏氣 引來很多人覺得 這個設計是不行的 而最大件事 因為另一邊要不用 所以要找一塊膠紙封住 我就覺得這個步驟很多 而當我想到用3DPIN去解決問題的時候 我已經發現 網上原來已經有人 設計了一組 給六系或者七系的打暗點出來 它的原理 就是和橡筋圈大致相約的 但因為用3D打暗 就比較穩妥 其實這套給六系和七系的配件 在卡羅斯設計的HF32 和3200配件之前已經有了 它是一套分為四件的 有一個這樣的主體 這個主體 反轉它之後 就可以轉進去 這個六系和七系口罩的一邊 壓住一塊外科的口罩片 但裡面只靠這個不夠 還有一塊面罩的鏈接 這塊面罩的鏈接 就是這樣的 有螺絲紋 可以轉進去裡面 不止的 還有一塊的墊片 應該是這樣說 首先放在面罩 放進去 接著 把這個鏈接 放在上面 再把這個鏈接 扭在面上 整組的鏈接 才扭進去 豬嘴一邊 但扭一邊又不夠 另外一邊會扭氣 又要再印多一個這樣的CAP 這個CAP 就用來封住其中一邊 我也都見過有人 懶得印這個 就用一個普通膠水瓶剪出來 就用來封住一邊就算了 但最恐怖就是 你一次過打印這四個東西 你知不知道多久時間 是四個小時 零四十六分鐘 如果卡路斯自己教學生 去設計3D打印的件 我就絕對不會教學生 設計到這麼複雜的 因為越是複雜的 打印的時間又會越長 遇到的問題也會越多 有時候支援做得不好 有些位置就會倒閉 但如果你手上只有六系 或者七系的豬嘴 那也沒辦法 我上兩集也說過 我自己上網訂不到 迫著到街上買 就不打不撞 讓我買到HF52 而後來因為老婆想要多一個 我又到街上買了一個3200 我比較過之後 但我明顯覺得這兩款單嘴 容易做過雙嘴很多 因此我才集中去設計單嘴的Mask Green 跟進網上的資料 就說HF52 是3200的改進版 你明顯看到真的改進了很多 我買回來HF52的時候 我一看就看到它這麼完美的設計 噴風的口還有一個改進 但原來3200買回來是沒有的 你要另外買一件東西 安裝上去 有網友給我看過 原來那件東西 就是安裝在這個位置 讓這個出氣罰 不會暴露出來的 大家有看過前兩集 就知道我最驚訝 設計了這個Ring 放到HF52 然後再放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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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後來我買了3200給老婆 因為3200的Filtre 和HF52是共用的 那我就打印了一個 這個Ring 給我太太用就可以了 誰知道 放上去 是不行的 它的設計是完全不同的 大家可以看到 在出氣罰上 是有一個Fans 是圍著的 他打算在這裡 做個罩 所以這個Ring 放上去 這個位置頂住了 好了 那我就唯有再設計 另外一個Ring 那這個Ring 有個鴨子 就避開了一個位置 但是Ring 得了之後 你還要想辦法 如何保護這個出氣罰 那這裏我想了很久 想過在飛沫盾牌裡面做 但是想過是不行的 因為飛沫盾牌 就是入氣位來的 而 這個蓋子 就是出氣位來的 那如果把兩個 放在一起 那就是入氣出氣共通了 那就是 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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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這個設計是不行的 再經過多番研究 就想了一個 新的Ring 你看一下 這個Ring 就不止一個Ring 是包上出氣罰的 那麼呢 似乎這個方法是活的 啊 一放下去 跟3200的原章設計是有點類似的 不過我這個Ring 又是可以鎖住一個 口罩布的 那而就有這樣的蓋子 蓋住了出氣罰 就把入氣罰和出氣罰 相隔開了 那之前所做的那個飛沫盾牌呢 就是貪玩的 做這麼大個 其實飛沫盾牌 做一個跟這個一樣大小就OK的了 暫時的設計就是這樣 暫時的設計就是這樣 剛才打印的3200 就是唯一一個舊同事所打印的 那 那 要好fit的 看看 做不做得下去 先 這個呢 就是 出氣口 設計到剛剛好 在這裡壓住一塊 這個口罩片 之後呢 就蓋上飛沫盾牌 不知它上來會怎樣 雖則經過一輪辛苦 這個3200 的Marsway 就給我設計好 但是如果你買的時候 有得選擇的話 我也是建議你買回HF52 主要是因為3200 這個設計 因為呢 這條這樣的隙子 真是很麻煩的 連剪裁一張口罩片 你都要再認真些 在底部 你要剪圓的 如果不是呢 這條旁邊呢 根本是放不下去的 我試過 現在這樣剪圓的 就勉強可以的 壓到下去的 如果你這條長了呢 這條旁邊是壓不下去的 因為HF嘛 現在四處是沒有難阻的 你打橫打橫地放在這裡 一壓下去 就行了 對不對 兩條片出了街之後呢 幾天以來呢 很多人向我order 這兩種的Mask Rink 有一天呢 甚至在深水埗見到一個唐人 他說在網上見到我這個製作 想我幫他印一個 那我現在抱著這個信念 如果別人信得過這個方法的 肯去用的 那他自然用少些口罩 所以幾天來呢 我都不斷幫人印 是分文不收 3D 蛋這家東西呢 設計好了 跟著呢 生產就快了 給人之前呢 還要做些基本的修飾工作 因為3D 打印呢 不是那麼完美 好到下次的 但是希望這樣做 真是可以幫到人 來到今天呢 我發覺呢 排隊叫我印那條龍眼已經很長的了 所以我在這裡呢 真的誠意邀請 其他懂得3D 打印的網友呢 幫一下手 而我也都把我自己設計的模型呢 放了在 Thingiverse 還有在Facebook上面 而我剛剛還發現 當我分享完之後 我的朋友 還有九次分享出去呢 那似乎大家都很開心啊 除了六系七系有之外 連3200呢 都可以打印附件了 雖然呢 卡羅斯現在打印的產品呢 就會分享給很多不同的人 有老師啊 有生意人啊 有校長 但我相信每一個人 他擁有了一個這樣的改造口罩之後呢 他原本用開的外科口罩呢 就可以分享給其他人了 那我相信呢 這個舉動呢 就可以幫到很多很多的人了 那至一路以來呢 又收刊這個改造口罩系列的網友 如果第一次看到卡羅斯的影片 又覺得幫到你的話 記得按LIKE和評語啊 今天帶著一架版的MaskWing 出去送服 認識了一些新朋友 但是童先生又送了一個 叫做姜祖高尾奧 做劍命某 但是童先生的家裡就是 有很多人很喜歡 我見他呢 有送口罩給人 香港也有很多好人